嗨!歡迎回來 我是栗子 如果要說2024筆電圈最熱的話題 欸!沒有任何懸念 就是 AIPC 自從intel去年底以AI Everywhere為主題 發表了intel Core Ultra處理器開始 AI筆電 AIPC 這兩個關鍵字真的是 Everywhere都看得到 所以說回來 如果你不是很常關注科技的朋友 一定會有個疑問 到底AI筆電是什麼 到底差在哪裡呢? 而今天我們就再來解決這個問題啦 之所以今年intel和各家筆電廠大聊AI 就是因為市面上的消費及筆電處理器 都陸續加上了獨立的NPU硬體 這也讓NPU這個名詞在Everywhere都看得到 不論是在各家筆電的官網 還是intel自己的產品頁上 多多過往會看到的CPU、GPU之外 現在隨處可見NPU啊 沒錯 今年大家在說的AI筆電 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來看 一方面是有許多的AI服務進場 像是微軟大推的Copilot Adobe旗下的Firefly Sensei 或是Stable Diffusion 甚至離線的語言模型等等都越來越完整 由AI主題驅動的服務正在高速發展 而另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現在筆電上也搭載了 專為AI運算而生的NPU硬體 以intel Core Ultra系列筆電為例 現在只要打開工作管理研 就可以看到多一個intel AI boost 這就是藏在intel Core Ultra筆電裡面的NPU 所以我們拉回今天的主題 究竟AI筆電到底差在哪裡? intel Core Ultra世代到底提升了哪些地方? 跟前幾代的intel Core筆電處理器 又有什麼實際上的差異? 我們今天就一次講清楚 要把AI筆電講清楚 那勢必需要準備一台AI筆電對吧? 這邊要特別感謝intel合作本次計畫 並且支援商界的之前有很多觀眾敲碗 希望我們也可以多開箱的Lenovo筆電 我們手上的就是今年最新的16吋 ideapad Pro 5i Gen 9 這是一台搭載今年輕薄筆電主流之選 intel Core Ultra 7 處理器 155H 的筆電 記憶體上搭配了LPDDRX 7467MHz 總共36GB RAM 搭配上512GB PCIe 4.0 SSD 注射空間的 16吋金屬機身的輕薄筆電 不過如果要講清楚 到底什麼是AI筆電 那就要先把intel Core Ultra 系列 這次改變了什麼先說清楚 第一,intel Core Ultra 處理器 要用全新的製程所打造 其中的ComputeTile 更是採用了intel最新的intel 4 製程 這個我們等一下詳細來說 第二,這次的intel Core Ultra 處理器 全面提升了intel Arc 內顯 這個對於輕薄筆電來說會非常有感 更強的內顯 意味著沒有獨顯的輕薄筆電 現在在影片輸出上更快 修圖做圖都更順 甚至這個新的內顯 也到了可以順順玩主流遊戲的程度了 最後,這個就是今天的重點 也就是這次專為AI而生 新加入intel Core Ultra 處理器的NPU 那要講清楚 肯定是要把機器拆開看看本人的吧 現在在畫面上的 就是intel Core Ultra 7 處理器 E5 Edge 本人啦 來說第一個重點就是製程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這次的intel Core Ultra 7 處理器上 有淺淺的四道分區 而這四個小區塊 專門是分開來打造 最後再透過3D封裝在一起的喔 每一塊都有各自的重點 欸,這一段很重要 大家一起仔細看 首先,在畫面右下角最快 叫做Compute Tile 也是這顆CPU最主要的運算區塊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這幾台intel CPU 很常提到的P Core、E Core 也就是效能核心、效率核心 這些核心就是在Compute Tile這個位置 因為是最主要的運算區塊嘛 所以採用的就是最新的intel 4 製程所打造 目前最高可以達到6個P Core 加8個E Core的配置 另外還有兩個No Power E Core 像是我們手上的這顆 Ultra 7 處理器E55H 或是Ultra 7 處理器E65H 又或者是Ultra系列最高階的 Ultra 9 處理器E85H 都是採用6P加8E的核心架構 從規格表上也可以看到 三顆處理器的主要差異 都在頻率和瓦數設定上的不同 等一下我們也會來實測 這是CPU效能的實際表現 我們先把精彩來看完 接著上面這一小條是IoTile 而左邊這一大塊 就是重點中的重點了 這塊叫做SoC Tile 在SoC Tile裡面 包含了三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是intel在SoC Tile裡面 加入了微架構的低功耗 Low Power E-Core 你可以理解為省電中的省電板E-Core 有助於筆電在待機下做到更低的耗電 第二 這次包含Wi-Fi 記憶體控制 媒體引擎 影像輸出等等 都總和在SoC 當中 最後一個最重要 就是SoC Tile 目前也包含了前面不斷提到的 NPU 神經運算單元 那到底有什麼差呢? 我們這邊也來實測 目前已經可以直接用到NPU效能的幾款軟體 首先是近期越來越常態的線上回憶 過往如果要達到背景模糊這個功能 透過GPU運算 會是更加簡單有效的方法 不過當背景模糊開啟的時候 採用獨立顯卡的機種 最少也需要20-30W以上的功耗才能做到背景模糊 而現在有了NPU的加入 透過Windows內建的視訊背景模糊測試 CPU大約只要5-10W左右就能搞定 這種需要高速但低需求的幾次運算 正是NPU的強項 有或者是影音創作者很常遇到的即時影片預覽 要快速Render一小段內容 過往只能透過CPU轉碼 或是GPU硬體加速運算 而現在只要軟體支援 例如Filmora這款剪輯軟體 就已經可以直接透過NPU進行運算 所以大概就是讓對的人做對的事的概念 隨著未來軟體支援越來越完整 NPU省電高效率的特性 也可以進一步發揮 不過如果你是要做像是Stable Diffusion 這類AIGC的算圖工作 那透過內顯iGPU或是獨顯加速 才是最簡單有效的方案 目前Intel在Stable Diffusion上 也已經有OpenVINO可以套用 此外先前Intel有展示在Stable Diffusion當中 使用GPU搭配NPU加速的場景 NPU除了可以負責省電的AI場景外 也可以幫助GPU進行高強度的運算 而說到GPU 就不得不提Intel Core Ultra系列的最後一個重頭大戲 也就是核心最左側的這一大塊 Intel 叫做Graphic Tile 也就是這次Intel內顯的家 採用的是比IO和SoC Tile 都更加先進的N5製程所打造 畢竟GPU的運算效率高 但先進的製程也可以在高效的同時更加省電 而之所以我會說 這是Intel Core Ultra時代的重頭大戲 就是因為今年的Intel內顯也是有感升級 從已經用了好幾代的Iris Xe內顯 這次直接變成了Intel Arc內顯 沒錯 Intel Arc 是Intel的獨顯系列 內顯既然敢直接叫做Intel Arc 那表現肯定是有料喔 等嗎? 沒事,我們來實測最準 我們就實測我們手上的這一台 Ideapad Pro 5i 搭載了Ultra 7處理器EU Edge 內建的Intel Arc內顯 就擁有8個Xe Core 實測在3DMark Xe Spy當中 拿下3726分 對比上一個世代 96EU的Iris Xe內顯 提升達到2.63倍 這次的內顯提升真的非常大 有點料啊 不過 目前Intel Arc內顯的效能 在輸出和專業軟體中的創作需求 會有比較好的發揮 遊戲的最佳化 就很吃Intel到底有沒有最佳化了 例如我們實測 在主流軟體Law 英雄聯盟 1080p 低畫質當中 Ideapad Pro 5i 都可以達到平均236.3轉的表現 現在拿輕薄筆電 偶爾來打一下Law是真的穩穩的 沒太大問題了 不過在一些3A當中 就很看驅動 例如Cyberpunk 2077 在4HD低畫質之下 並且開啟XeSS效能檔位 大約可以達到平均51幀左右的順跑表現 不過距離完整釋放Intel Arc的潛力 還有一段路要走 不過上次在古墓奇兵暗影的表現 就比較正常了 1080p 低畫質 可以穩定在平均66幀以上的表現 接著測死亡擱淺 在1080p 低畫質之下 也可以達到平均超過68幀以上的表現 所以說回來 雖然說Intel Arc在驅動上還有空間 但是別忘了 這是一台文書定位的筆電 所以內顯效能 其實更偏向加分項的存在 我自己是沒有幻想過 有一天居然可以在內顯上測遊戲 Intel Arc內顯還有一大亮點 就是Intel處理器在創作軟體上的效能加成 我們這邊也實測 在Premiere Pro 2024之下 實際輸出針對一般YouTube 4K影片剪輯需求所設計的 10分鐘4K60的測試專案 全新的Ultra 7處理器E5 Edge只花了9分32秒 這個表現已經比上一代H45處理器i7-13700H快上了32% 而如果是跟第11代 同樣採用Iris Xe內顯的i7-1165G7相比 更是選下了將近四成的時間 可以看到從11代到13代也就快了9% 而有了Intel Arc內顯的加入 就直接省下了三成以上的輸出時間 所以對支援GPU加速的場景來說 這台Intel Arc內顯提升幅度是真的蠻大的 好相信講到這裡 大家應該已經弄清楚了 關於Intel Core Ultra時代你該知道的所有重點了 那接下來既然我們也接到了這一台Lenovo IdeaPad Pro 5i 當然也不能讓大家空手而回 接著幫大家快速實測一下重點效能吧 今年的Lenovo IdeaPad Pro 5i 在轉機的設計ID上 還是與近幾年Lenovo更喜歡簡約、金屬、商務感相近 相信是大家很熟悉的設計風格 這台的左下貼著Intel EVO Edition標章 代表是有經過認證的Intel EVO Edition筆電 而在Lenovo上 左側擁有包括一個HDMI 2.1 接孔 直側最高準能輸出4K60的畫面 這也是18GB per second的版本 接著來有兩個USB-C 接孔 左側的C孔是USB 3.2 Gen1 的規格 支援最高100W的PD充電以及PD影像輸出 而右邊的就是Thunderbolt 4 的接孔了 同樣支援100W的PD以及影像輸出 右側則是有兩個USB-A 所以右邊的這個A孔可以設定永遠開啟 就可以在螢幕關閉之下幫手機充電了 接著還有一個3.5mm音訊接孔 以及對創作者來說 非常實用的全尺寸讀卡機 這個給個好評 邦靈實測單機大約1.9kg 這個重量並不算輕 已經到了全能筆電的級距了 但也跟機身採用大量金屬多少有關啦 加上原廠100W PD充電器後 大約落在2.3kg左右 若在意重量的朋友 而外準備一個小尺寸的100W PD充電器 會是更輕便的選擇 而在轉軸上 這台在單手開合的時候會微微翹起 但是可以達到近170度的放屏 打開後我們看到B面 第一眼就能看到螢幕佔比蠻高的 採用的是舒服的四窄邊設計 頂部的鏡頭就能Windows Hello的眼部辨識 並且Lenovo也幫做出鏡頭 加上了智慧鎖定的功能 一如你在公司工作到一半 突然想要離開上廁所 主要在Lenovo Vantage 也就是Lenovo的控制中心 開啟自動鎖定螢幕這個選項 當你離開的時候 系統就會自動把螢幕鎖上 一來是可以降低耗電 二來也就是不怕有心人士亂看你的電腦啦 而當你回來的時候 系統約自動辨識你回來了 然後自動辨識解鎖回到工作狀態 另外還有一個蠻方便的功能 叫做智慧播放控制 例如你在追劇的時候可以直接走掉 系統就會自動暫停 而當你回來的時候 也會自動繼續播放 不過目前只能搭配指定的播放器使用 也就是畫面上列出來這四款 另外我蠻推薦大家 可以把智慧手勢這個選項打開 當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就可以滑動觸控板兩側 去調整音量和螢幕亮度 此外 Vantage 裡面 還有一個超高解析度的選項 也就是自動提升影片解析度的功能 其實 Lenovo Vantage 的功能 真的算是蠻完整的 包括調整 Function 按鍵的設定 效能設定檔 快速充電 電池保護 BIOS 驅動更新等等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另外我推薦大家可以開啟 Vantage 電池小工具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在桌面快速調整效能設定 也可以直接看到預估的續航時間 如果你不想要也沒關係 其實按 Function 加 Q 也可以調整效能設定檔 另外由於這台是 Intel Evo Edition 的筆電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由 Intel 推出的 Intel Unison 的 App 我們第一次玩大概是從 2022 年底的時候 簡單來說 Intel Unison 是一個可以把手機和 Windows 電腦連接在一起的 App 並且是 Android 和 iPhone 都通用 我這邊也實際示範一下 連接很簡單我就不浪費時間了 在你連接完成之後 就可以透過 Intel Unison 這個 App 和手機做串連 像是第一個 你可以直接在手機和電腦兩邊互相傳輸檔案 速度也蠻快的 第二個 你可以直接穿起手機上的所有照片 而且非常方便喔 你只要按住你想要的照片 拖拉到電腦上 你看照片馬上就過來了 超快 這個很好用 然後你當然也可以直接透過 Intel Unison 看到手機上的 App 通知 接聽手機上的來電 或是傳簡訊等等都可以 敏銳的朋友應該注意到了 其實就跟微軟的 Phone Link 功能相似 不過 Intel Unison 的好處 是不會因為手機廠牌沒有 Phone Link 而鎖定部分功能 而且 Unison 也可以連接平板喔 不過目前就無法透過 Unison 直接開啟手機上的 App 就是了 我自己是三星手機用 Phone Link 其他 Android 就直接 Unison 了 而在螢幕上 Ideapad Pro 5i 搭載了一塊 16 吋 2.5K IPS 技術的霧面螢幕 並且擁有 120Hz 的高螢幕更新率 16-10 對文書和創作需求來說真的實用 同時這塊螢幕也有 iSafe 2.0 的護眼認證 而在顯示效果上 Ideapad Pro 5i 並沒有內建顯示模式或是色域調整的功能 所以只能測這塊面板的原生表現 經過我們實測 Ideapad Pro 5i 可以達到 93.6% 的 sRGB 69.1% 的 Adobe RGB 以及 69% 的 DCI-P3 色域覆蓋 也就是常規的 sRGB 顯示器 CCT 落在 6567K 實測 sRGB 色彩平均 Delta E 是 3.07 這個數據我們會希望是小於 2 的表現 這塊螢幕沒有特別校準 而在亮度表現上 我們也實測室內 100% 顯示面積下 最大亮度可以達到 444 尼特 接著我們看到 C 面 排列還是大家熟悉的 Lenovo 右側保留了大家喜歡的肢體數字鍵 方向鍵雖然不是全尺寸 但也有略微加大的設計 觸控板的面積也夠 花順度常規表現 鍵盤上也有全區的白色背光 不過鍵程個人覺得有點略短 最後我們也細細帶大家來看內部的用料和效能測試吧 首先把低蓋打開 這次幫你測試的是 IdealPad Pro 5i 採用 Core Ultra 7 處理器 E5H 的版本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這兩顆風扇的尺寸不小 搭配上 LPDDRX 32GB 都是 Onboard 設計的RAP 儲存空間則是採用 512GB M.2 224 而規格的 WD SN740 PCIe 4.0 SSD 經過我們實測 循序讀寫速度可以達到 5089 以及 3978MBps 的表現 具行上搭配的是 84 瓦斯的電池 電池的右邊還有一條可以支援 M.2 2280 的擴充插槽 而在散熱上 IdealPad Pro 5i 採用了兩組風扇 搭配雙熱管的設計 我們也實測在 3D Mark Time Spy 當中 可以達到 99.6% 的穩定度 CPU 平均溫度大概都在 60 度 不太熱 實際測量機身溫度 最高溫都在風口的位置 但也只有 34.2 度左右 按鍵區域都不超過 30 度 在發熱控制上沒問題 我們也實測 在極致效能模式下的風扇全速音轉 大概落在 64.5 分貝 整體的噪音控制也在合理水準 續航力部分 IdealPad Pro 5i 強 84 瓦斯的電池 在 PC Mark 10 現代辦公的電池續航力測試中 最終拿下 12 小時 1 分的成績 在續航力表現上真的不錯 我自己日常比較高強度的文書 保守一點 在 Vantage 裡面選擇省電模式 用下來也都可以達到 7 到 8 小時以上的表現 所以如果是在外文書使用 搭配一個小尺寸的 65 瓦 或是 PD 充電器就完全夠用了 而在充電測試中 邦尼使用原廠隨附的 100 瓦充電器 並且開啟快速充電模式實測 半小時就可以充滿 50% 一個小時充滿 84% 完損充滿耗時 1 小時 26 分 而在外方測試上 Ideapad Pro 5i 擁有 Gen Dolby Atmos 的內建喇叭 我們實測的最大音量大概落在 84.4 分貝左右 書記的聲音表現 以下幫你也提供一段實測供大家參考啦 節目也來到了尾聲 今天的重點就是把 AI PC 到底是什麼一次講清楚 用一句話總結的話 就是 AI 軟體高速發展 更多 AI 驅動的服務進到大家的生活當中 並且也都已經可用很多了 我自己有感的像是 Adobe Firefly 真的比開始強得超級多 真的好用 又或者是 Intel 推出的 OpenVINO 又或者是微軟內建的 Co-Pilot 服務 又或者是 Lenovo 內建的智慧感應功能 這些其實都是 AI PC 的元素 另一方面從硬體上來看 就是各家處理器都開始在 NPU 上面耕耘 讓 AI 離線運算的基礎建設做好 漸漸成為可能 隨著生態系慢慢長大 NPU 節能高效率的特性也會進一步被放大 不過其實也不只是 NPU 像是 GPU 的效能提升 其實也有助於加速 AI 服務 例如前面有提到的 Stable Diffusion 目前透過純 NPU 運算效率不是很高 透過 GPU 或是獨顯都是更有效率的解決方案 總之 本期節目還是盡可能以所有朋友都能聽懂的方式 盡量講清楚了 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或是邦尼沒有說到的 歡迎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啦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及時收到我們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A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d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囉 經典